今天是23號 回國的第一天 然後昨天下飛機的時候就看到那個 海關人員 穿那個兔寶寶裝 然後再發這個 就是說你幾台旅客 七天要自主防疫 他要幹什麼自主防疫的 他就是 回到台灣來 就是自主防疫 然後他就發了一盒這個給你 這個 裡面有四隻 那我就上網搜尋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自主防疫 想說很像 也沒有太多人介紹 我想說乾脆就 拿我一個禮拜的時間來研究一下 因為我還是想要四處跑一跑 所以反正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外出的話 就是要有兩日的快篩陰性結果 所以我打算就是 但是你結果之後這些東西要放在哪裡 不知道 反正我就用夾鏈帶把它收起來 就是當作證明 不然你趴趴走 萬一人家 要給你罰錢 這樣子得不償失 那我 因為等一下又要去 又想要去運動 爬山 所以我就打算 就做一下吧 反正才十五分鐘 很快 就可以馬上又出去玩了 那 昨天台觀的小姐是說 我第一天 他本來是說你入境當日或自主防疫第一天 因為我 我入境當日那天晚上都沒什麼人 我是一路拖著心 就是 嗯 就是做那個 還是有 全程都有戴口罩啦 你就是做那個計程車 然後 桃園機場 然後到那個 中立 桃園 中立那邊有一家那個什麼 核心客運 有24小時 的 計程車超級貴 我那個 付了765塊錢的計程車費 晚上不知道 很像 就看他高知過度 滴滴滴滴滴滴一直跳一直跳 跳到700 我想說 我從來沒有做過那麼貴的腳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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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程車你知道嗎 我之前小時候跟爸爸有做過一次 那個那次很像 不知道是做300塊 然後還有一次做500塊 然後 最貴的是什麼時候 最貴的時候 就是我學生時代 我學生時代 因為有時候 我是車長嘛 所以我是大人藥莊的 車長的話 有時候公車 司機 他亂停車 然後被警察 鎖起來 或他車子有問題 因為他車子常常出狀況 然後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 包車 就會四個人 然後就包一台那個 計程車 然後他就一路從高雄 然後開到那個大人藥莊 然後每次平均就是600塊 650塊左右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個時候 因為那些錢都是 可以跟學校要的回來的 可是 那個是很久了 二十幾年前 怎麼會現在 感覺很像 昨天很像 晚上的車特別貴 本來是想要做那個 桃園 積結 然後 回到台北 然後再去睡一晚 然後隔天 再 回高雄 後來想說 算了 因為我後來 有考慮想說 乾脆就直接回家好了 因為 有買那個泡菜 那個泡菜 必須要冷藏 那冷藏 如果說你 你又待一晚在 在青年旅設 人家 不見得會 想要 齁 不見得會 想要讓你 齁 把東西放冰箱嘛 人家也有在賣東西 想要啊 那就算了 乾脆就直接一路 回高雄好了 就 在 中立就等到那個 11點48分的那個 那個 核心客運 然後就直接 開車到高雄 到高雄大概是3點 很快捏 3點半就到了 然後 票價是630塊錢 然後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很像 就是對南部有一點 有一點 不方便 因為變成說 你 真的 很麻煩 現在是那個 23號 11月23號 我昨天回國 然後就收到 就是 在機場的時候 就有那種 檢疫人員 就是 裝兔寶寶� 然後他就拿這一張給你 然後再送你一盒 這個 四支磚的 這個 COVID-19的這個 檢測辦 他這邊有 檢測辦 然後他就拿這一張給你 然後再送你一盒 這個 四支磚的 這個 COVID-19的這個 檢測辦 他這邊有 試錄 然後我就上網看看說 欸 到底 居家 到底那個 自主管理要怎麼自主管理 因為以前在醫院 自主管理就是 反正你就是 口罩全程戴 然後不要四處亂跑 就這樣而已 但是因為我 特別想要四處亂跑 所以我打算就是 就是按照遊戲規則 我們去給他做看看 我上網看很像很少人去介紹這種 這種 怎麼樣去 反正就是自主管理期間 到底是怎麼樣才 比較不容易 就是違規啊幹嘛的 因為很像 之前我打疫苗的時候 他是那個什麼 很像 你那個 他就會顯示 就是有一個軟體嘛 你就下載之後 他就會 你就是上傳你的那個 每天的狀況 然後他就會 介紹一下 然後 但是今天就 就 我就上網看 結果他很像 很像這一塊很像就是 他很像11月7號 很像又有改新的 遊戲規則 但是問題是 這是我昨天剛收到的單子 因為我這次去韓國都沒有人 就是去 然後他那邊是有一個 如果說你覺得你有症 有狀況的話 有症狀的話 OK他有一個 採檢所 你可以去那邊 排隊 然後去檢測這樣子 可是 那個就是 就是不會很像通通有獎的感覺 那我們台灣的話 目前感覺就是 通通有獎 這你就是 你就是出國回來 那他就送你這個 那你就是 你就是 當天 入境當日 其實入境當日他既然要做的話 乾脆他就 在現場就幫我們做完 然後我們就可以順便出關了 然後 或 自主防疫第一天 那今天是自主防疫第一天 所以他是說 如果說你要外出知識 必須要兩日內快篩的音訊結果 所以因為我等一下就打算要出門了 所以我想說 現在 現在是 現在是 大概 大概 現在是 很像13點 大概1點半 1點半左右 我想說先坐一坐 然後等一下 看是要去騎腳踏車還是去運動 然後立馬做 然後 等等去運動 剛剛講的講 摸一摸又摸到快3點02分 就 洗個澡 然後整理一下 然後自己煮個飯 就3點 好 現在就立馬 開做這個 這個我之前 之前 之前做是那個 做那個PCR 是在醫院做的 然後現在 立馬 研究一下 這個 放說明書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架子 那應該就是把這4天的時間都給他寫在上面 日期啊 時間啊 然後你就可以滾出去 沒有 你就可以出去吧 那我就寫上 今天 今天是 今天是禮拜三的 11月23號 那是 2022 然後是 現在是 3點04分 15點04 15點04分 好 立馬 就做 我看一下 怎麼做呢 研究一下 蓋子 好吧 就 沒有 用完就給他收集起來 蓋子 檢測辦 營運辦 這個 這個 這個幹嘛 看一下它 到底內容物要幹嘛 研究一下 陰涼處 陰涼處 霧冷凍 保護包都拿出來 立即測試 每個測試專制四指藍色蓋頭 均為一次性 擦拭管架可重複使用 擦拭管架可重複使用 擦入瓶子前 請勿將 四指 進入 緩衝液或其他中 很像我的理解能力有問題 我還是看有沒有那種 啊 中文不好 看一下 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洗個掃 盒子保存期限 這個 指示液專制 然後0.47c的緩衝液 一個四管架 四指帶子 好 這是 一個set 然後 保持緩衝液直立 扭開打開瓶子 然後 滴到這個 然後注入滿線 先這樣子 然後 插進去 然後接下來 再插瓶子 喔 兩公分 至少進入兩公分 兩邊瓶孔耶 我之前是一邊而已 這個要兩邊瓶孔 轉五次 然後 插入管子中旋轉 同時向管壁擠壓 旋轉五次 然後還要擠壓 排除剩餘的液體 排除 然後 擠壓這個管子 排除剩餘的液體 好 就照這樣子 然後用一隻手牢牢 握住 然後把這個 臉斷 然後把 蓋子 甩緊 然後 就是 放在裡面 然後最後再拆掉那個 包裝紙 放在平常 那個 關線充足的表面上 檢查有沒有氣泡 等待屁泡消失 氣泡會導致結果不足 然後 保持抽取管 垂直往下 然後 擠壓五滴 然後 白色蓋子頭放回管子上 等待十五分鐘 好 就這樣 過來這樣 然後就看結果 胡椒的結果就是 比如說 沒有 採集到 線 胡椒就是 一條線都沒有 或是只有一條線 這樣 沒有 沒有 以下為胡椒的例子 T 控制吸線 喔 就是出現一半 一個是出現一半 照理說要一整條 出現一半也不算 那要整條出現就對了 仔細看結果 是不是 兩條線 只要出現T線 無論多不明顯 都表示結果也陽性 喔 所以是 不能提早 就是C線一定要有 啦 不能說只有出現T線而已 好不好 因為之前都是人家幫我做的 這次要自己做 那我們就自己來體驗一下 再準備 好 再開始繼續動作 這個 管子 插在這裡 先把它滴進去 旋轉然後滴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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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 可以特別想用它一據 水,这样子是没错 把它放这边 另外再拉一下角度 把它搅到这边 然后再拉一下角度 这个的条线 然后开始搓瓶子 这里有一根要搓瓶子 清晰试试看 然后 左右两边 2公分 直接插入2公分 鱼腔群招5次 2公分 2公分 3公分 她也塞了 2公分 哈哈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把它塞入这个 塞入 然后旋转五次 一二三四五 同时挤压管壁 挤压管壁 然后它这里有一条心 这里 把它拥掉 这个 这样 断裂线 这样啊 感谢老品水 然后 就蓝色 蓝色盖子把它拴紧 然后就 拆掉外包装 一气呵成啊 拆掉这个 外包装 校节 2024年 可以的 拉管脚一套 检查意中是否有气泡 没有 好 好 那就把这个 D5D D5D 里面还有一个 干燥机 D5D 第5D City Covid-19 这边有写 Covid-19 A-G 抗原上映 这个 这样 还要干嘛呢 好 D5D D5D 我就要再去洗手 嗯 老品水 你 你 自然够 跟你说 我怎么办 你 不是 我身体 就 輕輕抽取管 輕壓抽取管底 1,2,3,4,終於到 第5D,給我擠出來啊 真的是好辛苦 好,那就給他等吧 用來陽性的後面處理器 可以等嗎 至少 15點 15點 19點 15點 看樣子我可以出去玩了 等一下就要去那個 好斯多 喔 好是多了那個 黑色星期五 那邊 逛一下 買一點東西 不過下午先去騎個腳踏車運動一下 沒有用 我打了5G了耶 好 声 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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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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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